可以看到现在现场观众也是相当的激动 那么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将是今天晚上毋庸置疑的一场重头戏 场馆里也是此起彼伏的响起了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助威的呐喊声 马龙和莫雷加的两位球员在现在的拼弹上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球员 一个是国际拼联公认的最伟大的球员 一个是瑞典的超级小将 两位球员的对阵也是拼弹两个时代的交锋 一会儿 莫雷加勒的这块六边形球拍 也是它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标志 这款球拍它是完全符合乒乓球的裁判法规定的 同时这块球拍也可以明显的增加机球的面积 让整个球拍的重心更为靠前 在进行一些相持的过程当中 单板的质量也会更高一些 这也特别符合莫雷加德的打法 好 比赛开始 马龙发球 翻球联系对抗 场上比分0比2 莫雷高德发球 莫雷加德也是出现了机会之后毫不手软 马龙这板回的其实高度也是相当之地了 但是莫雷加德还是主动进攻 场上比分2比2 双方还处在一个互相试坛的过程当中 双方还处在一个互相试坛的过程当中 双方重发 哇 这球 马龙展现出了极佳的手感 这样的球都能够靠旋转给救回来 场上比分是3比3 打到现在呢 莫雷高德的打得更为直接一些 但是失误还是偏多 这球马龙回球稍微没有注意 出现了一个机会之后 莫雷加德马上利用这个机会 在落点上进行了调整 收下了这分 看得出来莫雷加德打球还是非常零的 再来 现在莫雷加德打得更为主动 更为自信的一些 而且失误率也在不断的下降 场上比分4比5 马龙发球 马龙马上就进行了战术上的调整 既然你相持打得如此凶猛 我就在前三板给你增加一些变化 不进入你的节奏当中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5 莫雷加德发球 可以看得出来啊 莫雷高德现在呢 是想主动的进攻 但是在马龙的节奏 落点的调度之后呢 就出现了相当多的失误 还有 还有 这球燃爆了整个体育馆中心啊 双方的这一板 攻防的对决 这种攻防之间的转换 快慢的变化 那在经过了刚刚的那个超级球之后 马龙现在已经开始调整为进攻的状态 同发8比5 6比8 场上比分6比8 莫雷高德发球 又来 这球马龙没有给莫雷高德任何打相持的机会 出现高球之后通过落点和节奏的变化 稳稳收下了这球 这就是老将的经验 乌雷高德用他经典的发球抢攻战术 扳回一分 现在场上比分9比7 现在比分上的落后呢 让莫雷高德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他想更为积极主动的去上手 但是失无虑开始上来了 因为比分上的落后呢 会让莫雷高德打得更为薄杀一些 出现机会之后马上侧身 一板进攻 接下来这两个发球对于莫雷高德来说 极其重要 发了一板长球 想让马龙直接上手进攻 然后打相持 现在战术打的也是相当明确 打的就是简单一些 打到相追求去搏杀 这个战术还是奏效了 现在比分来到了十平 发球直接得分 发球直接得分 打到十平 莫雷加德还会使用薄杀的战术吗 可以看得出来莫雷加德就是想通过打发球抢攻的战术 把这个优势给展现出来 现在场上比分是来到了12平 接下来是马龙的发球 在前几轮进入时评之后的马龙的发球 基本上都是得分了 这球马龙能不能稳稳的收下这分 莫雷加德 明显对于这种相持球 把握更大一些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 他更希望把自己在相持的阶段 在这种能力展现出来 一个擦网 这个球的节奏出现了一些变化 莫雷加德出现了失误 场上比分13平 双方的第一局就打得如此激烈 擦边 莫雷加德也是举手失忆 毕竟在这样关键的回合当中 出现擦边 对于双方球员的心态上都会带来一些影响 15比13 莫雷加德拿下了第一局 双方的交锋在第一局就打得相当的激烈 比赛也是相当精彩 对于莫雷加德来说 他这局比赛也是打出了他的特点 就是利用发球抢攻的战术 同时在前三板的这种落后 程度相当之大的话 莫雷加德会主动的在发球上进行一些变化 主动的打到相持球 在相持的阶段利用他的正反手的进攻的优势 把比赛拖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来 场馆内也是想起了此起彼伏的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助威的呐喊声 两位球员都有着相当庞大的粉丝数量 莫雷高德在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 但是这球擦边 第二球发球呢 又想来一个落点上的突然变化 但是被马龙完完全全可以掌握住了 开局之后 马龙也是掌握住了比赛的节奏 对于莫雷高德的变化也是 准备的更为充分一些 1比3 1比4 马龙利用台内的连续击板的调动 想让莫雷高德在这种接球上出现失误 那么这个战术也是奏效了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1 马龙领先 5比2 3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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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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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6 3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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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6 4比6 3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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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的这球也是莫莱高德的一个特点 他的反手位的接球 的节奏和旋转上的变化是相当之多 各种反手的侧切 侧宁 这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双方在这两局的对抗当中 出现了一些机会球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失误 现场也有非常多的马龙的球迷 再为他加油助威 相比于莫莱高德的打法 更为集中一些 马龙的打法就非常的全面 有多种多样的得分手段 观众朋友可以发现 其实在出现一些 例如这种擦网 擦边的这些球的处理上 不同的节奏变化的情况当中 马龙的掌控力无疑更强一些 11比5 马龙拿下了第二局 在这局比赛当中 马龙也展现出了 他对于球的节奏变换 这种炉火纯青的掌控力 这体现的也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天生这种球感 就相当之好 这不仅仅是天赋 也是在平时这种日积月累的训练 所积累下来的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 许多这种非常规的球 他都能够回球 同时还能够回出相当高的质量 在经过了第一局的对抗之后 现在马龙在第二局 也是充分的掌控住了 整个比赛的节奏 对于他来说 现在不仅仅 可以通过进攻去得分 也可以通过防守 通过调度 让对手出现失误 从而得分 这样在前两局 双方战成了1比1平 现在是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莫雷高德 还是用了自己反手的这种 可以说是非常规动作的 接发球 反手的侧宁 反手的侧切 在节奏上有一种变化 莫雷高德 现在又回到了 自己最为舒服的那种 比赛节奏当中 就是利用发球抢攻 去直接得分 马龙的条件是相当之快 你既然想打发球抢攻 我马上就把球的落点 给你掉空一下 这球我就回了一个 不出台 这两球 马龙马上在节奏上 就进行了调整 再一次把控住了 比赛的节奏 场上比分 2比3 马龙发球 这球双方的攻防转换 是相当精彩 在前面几球的 相持过程当中的 莫雷加德都占据优势 马龙把握住了机会 通过落点的变换 拿到了进攻的主动拳 而莫雷加德 马上就回了一个 漂亮的防守反击 四比三 马龙把握住了 伤手的机会 连续的进攻 6比4 莫雷加德的反手 接发球 相当高的智能 直接击穿了防线 场上比分 6比4 6比5 可以看到 马龙一旦把莫雷加德 限制在反守位之后 马上通过 侧身位 和反守的连续进攻 把控住了 反守位 5比7 这几球比赛的节奏 又回到了 谁能够在反守位当中 率先的去侧身进攻 谁就能够在这球当中 去取得主动拳 场上比分 5比7 马龙发球 6比7 5比6 5比6 阿比丘 可以看到在前三板的控制上 莫雷高德还是出现的失误更多一些 场上比分来到了8比8 9比8 9比8 8比10 马龙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那么在这几球的对抗当中 双方的相持球明显下降了下来 现在双方对于前三板的争夺 投入了更多的专注力 这球回球 这个弧线稍微高了一些 莫雷高德马上就把握住了机会 现在比分来到了9比10 莫雷高德发球 脚格暂停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一平 那第三局的比分呢 又来到了9比10 接下来这球都是双方 不容有失的几个会合 下来 是 中文字幕控制住 有机会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操往中发 可以看到越是在比赛的关键回合 马龙作为一个有着更丰富经验的球员 对于比赛的节奏上 对于球的专注力上 都体现出了极强的实力 这样11比9 马龙拿下了第三局 双方的大比分来到了2比1 马龙领先 第四局比赛开始 莫雷加的发球 0比0 好 第四局比赛开始 进入这局之后 莫雷加的明显在相持球时上打得更为积极主动一些 对于他来说 他更大的优势还是在 相持阶段的左右护股上 但是小莫在连续的进攻当中的失误率偏高 这是一个不正的事实 这局开始 小莫也是在相持球上通过正手两个大脚的落点变换 调动马龙 对于莫雷高德的这种机会球 马龙是不会出现任何的迟疑和失误 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2平 2比3 4比2 在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马龙连班两局 那在第四局 现在 局比分上又取得了一定的领先 那对于落后的莫雷高德来说 现在一定要平衡好自己的胸和稳之间的关系 对于莫雷高德来说 在相持球上的主动搏杀是他的得分的核心因素 也是他打法的特点 但是在面对马龙这种级别的对手的调整当中 自己能否把控住失误率 是莫雷高德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4比2 4比3 莫雷高德还是通过这种反手的连续相持之后 然后突然变到正手 3比1 3比1 莫雷高德明显 在战术上现在打得更为专注 6比4 6比4 6比5 这球莫雷高德自己意识到接发球可能出现失误了之后 就马上做好了马龙会抢攻的准备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战速素养还是相当的不错 再次摆出了这种失误啊 这球马龙就不会再给莫雷高德这种防守反击的机会了 同时这球摆的确实也是摆出了一个小半高啊 对马龙铺正手小三角的这种小半高 马龙是一打一个准 6比7 发球直接的分 第4局双方打得相当胶着 你可以发现莫雷高德现在的特点就是一旦退入到中台之后 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能够打出回头 这也是他这两年在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在相持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有进攻 同时还可以有防守反击 马龙发球 成长比分7平 7比8 这球应该是裁判失忆 是莫雷高德得分 现在莫雷高德9比7领先 一个倒地反了 但是出现了失误 场上比分来到了9比8 莫雷高德再次打出了相持当中的这种回头球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10 马龙发球 从整场比赛打到现在 莫雷高德的这种在相持当中打出回头球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这样双方在前四局的较量当中打成了大比分2比2平 接下来将进入双方决胜局的对抗 大比赛打到现在的退场上比赛打得好 马龙与莫雷高德 决胜局的比赛 马上开始 马龙与莫雷高德 这球马龙回了一个擦边 莫雷高德猝不及防 出现了失误 现在场上比分是1比2 掌上比分2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龙把握住了机会 主动侧身进攻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4 莫雷高德发球 进入决胜局之后 双方打的都是相当的胶着 5比3 双方交换场地 5比3 双方交换场地 越是在关键的时候 马龙一旦出现了机会 就会毫不犹豫 拿下这一分 5比3 莫雷高德再次使用了反守卫的这种测切测拧 但是马龙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测身为主动进攻 拿下这一分 场上比分来到了6比3 4比4 马龙这球回的位置 回到了莫雷高德的正守卫小三角 莫雷高德没能把这球给挂上 漂亮 无论是在正守卫还是反守卫 面对落点的不同变换 马龙始终保持了进攻的姿态 莫雷高德的战术调整也是相当之快 一旦回球出现了小半高的失误 马上就进入防守反击的姿态 马龙9比4 莫雷高德还想用反手的侧切去处理这球 现场沸腾了 这样马龙以决胜局11比4 大比分3比2 拿下了这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 这样 山东路能以大比分2比0领先 优优独扬